Hello 大家好 我是史坦 UFC 聽到我的聲音 再不是 UR 聲 你就知道了 史坦跟大家進入UFC 我開始時聽過很多的攻略或直播 有時對於碎片有些事情都不太了解 倒不如跟大家來一個真正的由頭開始 完全由零起步的新手的時候要做些什麼 今天的標題很簡單 就是碎片從何而來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我們10抽 斯坦也覺得新手起遊戲有些10抽 縱使未必抽到想要的人 但也有助於自己起步 目前來說除了穩定S減保底10抽之外 玩家也不太多方法可以得到萬能碎片 10抽其實得到萬能碎片的數量比較多 而保底S減的時候也會包補有一隻可以落場的人 所以作為初步起頭的史坦 其實真心覺得有一兩個10抽是絕對沒問題的 史坦最想說的是什麼叫平時 我們經常聽到他們說洗萬能碎片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中級球探 大家抽到不用的人 賣掉它變成歐羅的時候 就可以用歐羅去抽中級球探 賺的不是賺歐羅 而是賺了歐羅平手之後的萬能碎片 你看到10抽的萬能碎片和用歐羅抽的萬能碎片 數量是有差點的分別 當然 一個是給真錢 一個是給歐羅 但好像今次史坦為例 慶幸的抽到兩隻A加或者兩隻A 你看到7000萬抽完之後再賣一些人出去 是剛剛好平手賺的7000萬回來 所以在這兩個10抽中我就變成賺了萬能碎片 下一條片就會用西門的帳戶 五億去洗 看看洗出來的效果 看看洗出來是賺了多少 給大家一個參考 好不好 下一條 西門帳戶 試給大家看